好了,跟阿欣聊天,阿欣28歲 你現在這個男朋友是否你第一個男朋友 是的,他是第一個男朋友 拍了多久? 我拍了三年,這個男朋友 你是不是每年都給他? 我都頗大膽,因為我認識他 三年前認識他,其實我們很快就確立關係 我第一個男朋友其實是網上認識回來的 你覺得有什麼大膽?大膽的點在哪裡? 因為其實我當初 其實我用這個app的時候 我開始用網上交友,其實是五六年的事 五六年前,那時候 好人沒有那麼多 好人沒有那麼多,是交友app的 好人沒有那麼多 叫做好人沒有那麼多 那個叫say hi 其實現在還有的,不過那時候就未有 你手機按一下也會有的,不過很多人都是在賺錢 很多都是 還有賺錢的意思是 還有可以賺錢的問題 即是兩種賺錢都有 有啊,即是現在也會有的,不過現在相對好人會多一點 以前就真的 可能10個inbox的 然後有11、12個都是問你 會不會找sp 或者可能會不會 好像跟你在 一個男人跟你談美容 然後想sale你 帶你去美容中心 那些東西 OK 我想現在所謂 好人多一點 是因為 多了很多人玩 第一 就是本身大家對這件事的認知程度多了很多 那你 一群人 本身 預先知道了這些東西的 就很多時候居心莫測就去用這個東西去sale 那樣 然後慢慢的 平常人都湧入去 感覺就好像衰人少了 其實可能衰人的 那個數目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好人多了 溝淡了 我覺得正常人 現在有部份他們的宣傳 都可能找一些KOL 或者一些 比較上出名的人去玩 令到那件事就覺得 他也在玩 我們又八卦一下 有一些平凡人 一些普通人 打上去 又試試 疫情關係 大家在家真的沒有工作 疫情也可能有很大原因 是啊 疫情是最大原因 我覺得 所以就變相 就像Ben說的 溝淡了一些貨 現在就覺得 好人陣營多了 浪人必勝 正常應該就是這樣 阿欣 是 你那時候是 哈哈哈 什麼 你是不是洗音碗 我不是 我不是洗音碗 那是什麼來的 那你那時候是 玩這個APP的時候 你是怎樣的 首先那個APP 跟現在的什麼 Tinder 有沒有分別 使用那些玩法 我其實沒有玩過 Tinder 那些東西 我沒有玩過其他APP 我就是 在那個APP 我認識到 那個男朋友之後 跟著就已經 跟他一起 所有加油APP 所以 那邏輯是怎樣的 玩那個APP的時候 很多人讓你選擇 每一個的樣貌 也有 加上自己的 基本資料也有 你自己選擇 看看他可不可以 你又選擇他 他又選擇你 然後就中了 還是怎樣 都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他沒有說一定要放有樣子的照片 那些東西 就是我 那時候我是放風景照 我覺得我是放極光的照片 那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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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都會有人 展示一些 男人的 有肌肉 又展示肌肉 沒有肌肉 就找了肌肉照 或者找了肌肉照 都會有的 又是肌肉照 然後 裡面 都會有一點點 簡介的 但是 然後 我記得 他 類似 都是 就是 他也有個 罵 list 然後 根據你的距離附近 然後 就會 展示一些 選擇 給你看 那你有興趣的 你就自己主動去 跟他 說一聲hi 那些 但是 他的經營手法 就會是 女生 不需要付錢的 男生 跟別人聊天 就要收錢的 哦 即是那些什麼 外面的 Speed dating 一樣的玩法 有些 或者是 lady's night 那些Club 是的 所以他說的 我記得 阿欣 我突然想起 阿欣是比較長氣的人 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然後 他 有些人 很快就會 WhatsApp 就會問你 WhatsApp 問你 拿電話 然後 私下去 談 但是 其實我多數 不多點 我實際 給過 都是 談得好談的 只是給了 五六個左右 那我男朋友 只是其中一個 我經常都不明白 你放風景相 為什麼會有人跟你聊天 因為你是女生 性別是女生 自然會有人跟你聊 這個我不關心 不是的 我只看到風景相 我覺得他 他沒有誠意 我就 一來 這個是我們 你要知道 在App的世界 那些人不是那麼想的 又是另一個玩法 如果是風景相 都選擇的 總之看到是女人 他就選擇 他就是這樣 對 總之 有些人會選擇 不過 我想問一件事 因為你剛才說了 你是五六年前開始玩這個App 對 但是你和你的男朋友 是拍了三年 不拖 那你現在這個App 你玩了三年 都沒有結果 我玩了兩年左右 玩了兩年左右 就遇到男朋友 所以就變相 就遇到App 然後就沒有開過 但是你也很能找 兩年時間去找 你用了 其實我開的時候 當然我也想幫自己 找回一些機會 但是其實我又 類似於說是 很想立刻去找到 男朋友 我當然想自己有機會找到的 但是我自己的背景 以前有些不太好的經歷 所以其實我都會有少少抗拒 是的 我最記得阿欣是 不好的經歷是 他被他爸爸 abuse OK 是的 我又真的是女生 又年輕 雖然樣子不太好 但是 都想有些 男性的機遇 我又平常 我自己的社交心思 又不是那麼酷 所以只有我一兩個朋友 和你一騎一躍 最好的朋友和我童年的 到現在都沒有拍拖 我都想 真的有少少機會給自己 但是又有少少隨緣的感覺 所以就開了 我剛才剛才說 不適合拍拖 那你在那兩年裏面 不好意思 我會撐住你 硬撐進去 真的 我會硬撐 原來如果不撐的球 你真的不可能碰到那個球 我想知道你那兩年裏面 有沒有 其實除了男朋友之外 之前 是有 認識到一些人 還出來見過 我有 有見過 那些又如何呢 有些 給我一個矮 他在裏面方稱自己高過我 給多高 我172 那也是高的 女生算是相當高的 我已經粒水了 172是高過誰 高過火琳和陳美燕 高過我 加起來 沒錯 我又比較高一點 那我都想找一個高過我的男朋友 然後就變成 我都很老實的 老實說 有一刻你 你出道來就算駕駛你的靈車 但是你矮過我 我都沒辦法談的 最多是認識一個朋友 那你有沒有在這個profile 寫明要高過你 172 有有有有 其實我是 比我高 還有年紀比我大 還有我有強調 我自己是 婚前 是不會有性行為 OK 嗯 然後 其實已經是 然後你收到很多的求婚要求 有一堆人是不看的 然後就會問我 那你說是不是HC 還會很執著於我 究竟我是不是署 然後就說 你不試過你怎麼知道你怎麼找到對 就是跟我在講聖經 是 是 那些人我想都是 他只想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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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沒錯 是的 然後 另外見過 有一些 有一個我也印象中不太差的 不過 感情這件事是要雙方都覺得OK才開始到的 他覺得我不OK就沒有了 他想找回一個跟以前的女朋友差不多 大哥 我整容我都整不了 大概 我想知道你是什麼樣子的 我不是那麼好的 我的樣子 我又比較肥 最近都越來越肥 我以前我開始上去的時候 172 就大概75公斤左右 75公斤 如果我直接說又真的有 有少少重量 Sorry 我給你講 是的 真的有少少的 有少少肥 你是天生的 自己餵食 不做運動 還是怎樣的 我是身體有事 我以前很瘦的 以前中國那時候 比我說我電視光的 跌根柱 比較瘦的 但是我後來 看眼毛不太好 看眼毛方面有些問題 有一段時間都要吃 我現在也有這個問題 是的 你不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再加上 真是個人 我不知道是提早退化還是怎樣 因為我家裡的家屬市 是有提早退化的問題 再加上我自己沒有做運動 等一下 為什麼是提早退化 是的 不知道 因為其實 我家裡的家屬市 不知道 我媽媽跟我說的 就說家裡的家屬市 是有提早退化 有些可能 譬如 30歲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學名 是不是真的是一件醫學的事宜 我沒有去驗證 我沒有去驗證 但是我媽媽這麼說 但是她說 她說30多歲就會怎樣 她說之前我舅父已經30多歲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痛風 然後也都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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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質已經20多歲開始 可能骨質的退化比較早 有可能是GINs 但肯定 後天可以補救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 還有這麼多心血蠻 我也覺得 很大可能是因為自己不肯做運動 那如果你是 你更加應該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就是你後天補救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突然又想問回一件事 就是三年前 你這個男朋友 你又說你是一張極光照 是不是 對呀 那對方是一張什麼照 你怎樣有興趣去 點擊她呢 她是穿著一張 好像西裝那樣的照 但又不是那麼正統的 然後他後來談的時候 然後就說原來是 那張照是他姐姐結婚的時候拍的 那他做的那份工作 就不需要穿西裝那些的 然後 其實 我又 就是叫做 你給我看來的感覺 似似正正正的 你不是特別半身 你不要弄 不用說要弄個名車照 那些 但是 我純粹是那一刻 第一個感覺 我都叫舒服 應該不是假相 這樣的感覺 那另外那五個 你說有可能 好傾一點的那五個 那些照你還記不記得 大概又是怎樣的 不得慈太記得 但是樣子 我記得都是 又不算是特別健康 特別大隻 或者可能是 成這樣 但是是人像照來的 他都不會是做貓貓狗狗 或者是 風景照 我不太記得了 太久了 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其實我最主要是 內容裡面舒服 我才知道是健康的 出來的時候有沒有 剛才來形容你的身形 你的身高 出來的時候有沒有人 你覺得有沒有看到之後 因為他之前沒見過你的樣子 除非你有發揮照 如果不是出來看到你 會不會有些打退堂鼓的感覺 即是他都會發揮照 即是立即叫媽大 我會發揮照的 見面之前也會發揮照的 所以其實都認到對方少少少 都會有多一 會再看照 了解多少少 那些的 才再出來見 但是你說落差 大不大 我有問過一兩個 都說落差 怎麼問呀 你出來給他 怎樣呀 有沒有嚇到 當然不是啦 戴不戴 抱歉 聽不到 聽不到有他的聲音 有他算了 但是對方就會可能 我就不見過那五六個裏面有兩三個落差都比較大 第一個就是矮的 那個死矮仔 然後有一個 擦張肌肉相 其實我都不是主要談肌肉 也不是因為他有肌肉才會見他 但是你擦出來的照片裏面你會有印象 他會有肌肉的照片 但出來是 肥仔 然後告訴我 原諒那個是 他目標的身形 這樣就行了 我又認識了 這樣就行了 我又學懂了 擺架 擺架的臨保 在那裏面上 我目標 見到你駕駛大發 你駕駛臨保 那個是目標的車 沒錯 然後又拍一個豪宅 超豪的豪宅 又說我想目標住那裏 然後拍一大筆錢 又說目標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 明白了 搞定了 會有些 隨隨怪怪 還有他們出來說話 有些可能很冷口冷舌 或者可能 明明我之前有說過 因為我氣管不是那麼好 所以 我都想希望未來的男朋友 不會是吸煙 或者喝酒喝得很厲害 那些 然後他說沒有呀沒有呀 我也很討厭吸煙的人 但出來是老煙窗 然後我半個小時 做不到 然後我走了 因為那時候 即是在你面前吸煙嗎 對呀 即是在我面前吸煙 不停吸煙 這樣也可以 吹得很厲害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我氣管真的不行 我先走了 不過是的 其實我覺得就算在這個app裡面 應該都是以真誠待人的 對呀 這樣你出來做什麼 對呀 你真的浪費大家時間 對呀 很奇怪 我已經說明了 我不是純粹個人不喜歡 你猜吧 我簡直是我氣管不好的那些 但是他也是想這些 好了我又撐球了 我猜就是因為這個 Sorry 我比較老實 Sorry 欣梅 我猜就算是交換了相片 出來如果那個男生覺得 咦 不自如期的時候 他就想起 咦 這個女生在告訴我 有很多人吸煙 有氣管問狗就吃 有嗎 馬上去買包煙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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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想過這一刻的 但是我覺得不會那麼好記性的 真的說真的 真的這麼說 你怎知道不會那麼好記性 你自己而已 有些兒子 大哥說很難得找到人聊 然後死記著女兒說什麼 OK 我猜而已 我猜而已 有一個我覺得真的會刻意一點的 有一個他真的好像想賺錢 那些 我記得我說明了 我是說我不喜歡看鬼 我是很怕看鬼片的 但是他就約我出來 去看鬼片 就是五角以馬菲是吧 你記得哪一齣 然後我 一套戲未播到十幾分鐘 只不過是剛剛營造有些戲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營造一些戲 鬼都未彈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把我拉走了 他拉你走 你記得哪一齣出戲嗎 不記得 不是太記得 等等 因為我看了半個小時都沒有 我就被人拉走了 他拉你出去 對 那即是怎樣 因為其實他沒有 他又未至於說是很強制拉我出來 但他真的知道我害怕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我真的想不到你這麼害怕 不如我們走 你那些害怕是不是已經顯露了出來 你是不是叫到旁邊又聽到 我沒有叫的 我怕那些是不會叫的 你是不是會怎樣 我最怕 我最多在戲院裡 我最多閉上眼睛不看而已 但是他就 我覺得他是有一點點刻意 然後他已經拉我走 然後就說 打算吃東西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等一下 所以你如果有什麼效果呢 你覺得他的刻意是 他知道你不喜歡看鬼片 就特意帶你去看鬼片 然後就特意在半場戲裡拉你走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因為他下一步是想拉我上賓館 那這個不關事 這個其實是 你怕不怕到他 但你拉回頭因為你比他健壯 拉回你進去 一手拉回 走那兩步 他怎樣想拉你去賓館 那你出去了 好像我們是去荃灣那邊 然後我們還沒看起之前 就已經是這樣跟我說 跟以前的女朋友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也有說 之前也會經常跟女朋友 去一些酒店 去一些高級酒店 然後開房 什麼事都沒有不做的 純粹可能在裡面睡著而已 那些 我想知道是什麼樣子 把恩娜和你站著呼氣 我怕你一會休克 我想知道 她是什麼樣子 就是她外形 我會比喻她不是很瘦的IT男 不是很瘦的IT男 IT男是怎樣的呢 請問又 簡單說肥窄 就是肥窄 又還未屬於很窄的 但是真的戴眼鏡 好像 你看上去覺得像是正常人 可能會有幾分像 很像我 跟你有 那樣子 那樣子 那不是一般的 她沒理由是拉你去高級酒店 為什麼是殘廁 她就是拉我去那些 純粹租房那些所謂的賓館 但是我當然是不想去 那是怎樣拉你呢 我也想知道她怎樣拉你呢 已經有感覺好像我現在帶狗出去 那隻狗死撐著那兩腳 然後頭一摺 扯回那邊繩著頭 我是在荃灣那邊 我是在荃灣那邊看電影 然後她在中途 然後頭半個小時 連鬼都未見就拉我走 又說帶我吃東西 然後沿路說有一間餐廳在附近 有多好吃 然後經過那個賓館門口 然後就說 你好像還沒病 不如我和你上去休息一下 原來那個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要去看鬼片 你現在終於說到了 就是你經過人未定 不如我找個地方讓你休息一下 他有這個直下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他玩那些什麼 Gliel一定知道那些什麼 沉騷效應那些壞東西 不是說那個看鬼片 玩機動遊戲那時候 那些心跳率 跟戀愛 對啦 跟戀愛心跳率很接近 然後就可以產生那樣的 不知什麼感覺 還是散那些安多分 還是要調效應那些東西 但是沒有 我連那隻鬼都還沒給他出力 他已經好像很趕不及 你不說就是以為你預先預約了一個預約 然後趕著要去那種感覺 好 後來就出現了現在這個男朋友 他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導致你會肯跟他在一起 但是你依然是 你跟他是男朋友 女朋友 你未結婚 即是你跟他 如果守得住你那個開始說的那條規定 不如你先問一下 不如你守不守住 守住肯定 我會守住沒問題 守住沒問題 他也沒問題 他是不是一開始就知道 我們也會有 可能會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摸之類的 沒有 那些我接受不了 都沒有去到最後那一步 還有你昨天剛剛說 他開始說得這麼大聲說這件事 他一定是守住才會用這個姿勢說的 你相信我 所以他一定是守住 很有信心 但是我想知道 那個男生是不是一開始 你們確定那個關係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我還沒說得這麼清 然後我就說我以前有一些 不太開心的經歷 所以我這一方面我是有 我是不行的 我是不可以這麼快 有這件事 所以我也是要堅持分口先的 那他都OK 沒問題的那些來的